我們國總 大家為我們國總 支持鼓勵一下我們兩個熱身的掌聲 好 那接下來的量級 是要來到62公斤級 紅方陳志晃對上蔡俊昌 那我們聊到陳志晃這個選手 那相信大家都已經不陌生了 因為他是融合詠春拳的一位力技高手 很期待啊 很少看到傳舞可以在實戰裡面去運用 這個議題其實之前網路上討論的也非常熱烈 包含在中國方面很多的武術大師有出來 挑戰這個MMA 可以啊 陳志晃選手在上位的狀態 壓在地板上 陳志晃試圖解開這個鎖的問題 分開 再來過招 我們看到陳志晃選手不斷擅長用他的前手 去試探他的距離 漂亮 一個勾角 一個勾角 我們蔡俊昌在立即上顯得有一點沒辦法對付陳志晃的狀態 我們陳志晃選手過去在東南亞搏擊類台邀請賽也拿過冠軍 還有挖口K1拿過冠軍 算是立即上算是相當厲害的業餘選手 是 所以他是有這個休息這個傳統武術 有些永春拳將喔 對對對 好像剛才他腳步也被踢中了 這邊南方選手蔡俊昌 現在是要請求防護員上來 全接觸格鬥的比賽 基本上很類似MMA啦 所以真的 真槍實彈的在打喔 對對對 說選手身上有穿這個護具防具 對 但是難免還是會受一點傷 這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們場邊都會有一些專業的 那個醫護人員 就是為了避免選手受傷 會及時上來 那這一場應該是由陳志晃選手拿下了勝利 對 直接擊倒對方了 紅方的陳志晃選手 擊倒對方 然後來獲得這一場比賽的勝利 所以這也是今年的金圓盃喔 大家非常期待看到的一個項目啦 這個項目的比賽基本上就是 以擊倒對方為主 一定期待台活動 雙方Rub 導演和發展